今天我們要做一個程式 讓它顯示20個視窗 然後在第20個視窗的左下 顯示姓名和學號 好現在我先開啟一個專案 專案名字是 S6 學號 之後 C sharp Windows Phone 然後它會先產生個Phone1 然後我先拉入一個Button 因為我程式是要點一個按鈕 讓它啟動 之後 先把Button的名字蓋掉 按鈕好了 然後 我要先再產生兩個Windows Phone視窗 因為等一下我要做20個視窗 其實19個視窗是空白的 所以我要再新增兩個 因為20個視窗我要再加入新增 學號 Windows Phone 2 Windows Phone 5 然後之後 不要點按鈕兩下 然後產生你到了程式視窗 因為我要使用ForH 我要先宣告一個I 然後之後 裡面先把一個ForH 選I等於1 I 下雨等於20 因為我要產生20個視窗 所以是加1 然後之後 Phone2 等於 NuPhone2 關號 好 我的Phone2是 好 忘記打IfI等於20 就是最後一個視窗I等於20的時候 所以我Phone2要 另外再做一個 可以讓它顯示性沒有的學號 所以Phone2是一個 然後之後我要設定 設定它的寬和高 設定它的寬和高 顯示性的寬和高 寬 會等於 600 減掉 10x100 每一次減10 每一次 800 然後 寬 高 600 就是 就是 乘以I 對 然後我要讓它顯示 在視窗中間 stopposition 等於 Phone stopposition standard screen Phone frame 點 text 我要設定它的視窗名字 然後這邊注意是 要把Windows轉換成視窗的形式 然後再加上I 對 對 對 啊我這邊 我這邊 看它錯了 對不起 GHT 對 然後 最後讓 讓 讓 frame 點 show 讓它顯示出來 然後 其它19格之後 就是 用L4 然後 然後 因為其它的部分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是複製方式 然後 因為我 前19格是要 空白的 所以我要把它改成縫3 你看我的縫3是空白的 然後 之後我要修改Fone圖的部分 修改Fone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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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要上它顯示姓名按下訊號 直接拉Label1 Label2 下角 然後 之後 打上 線 整個 按 喔我打錯 是在 好這樣子 我先讓它的程度跑,看會不會自行 不行自行,我來看也不錯 然後我這邊少找一個 這樣子的話應該是可以的 按鈕 顯示20個視窗,然後性別需要在左下角 之後其他每個都是空白的 這樣 那麼多的視窗 再次數目 3分 那個 3分 3分 3分